京海幸福寺旁邊一大早 就賣仙貝的那個阿上已經在擺攤了 沒有遊客 人好少 只有我而已 很多的路 已經開始出來尋找早餐了 大家好 我是馬之一 那馬之一今天來到奈良 大家看一下我後面這邊就有一條路 馬上過來迎接我 那今天馬之一要去的呢 就是奈良的新服寺 新服寺相信也是大家來到奈良觀光的時候 除了去東大寺之外 也會造訪的一個寺廟 而且這個新服寺 自從日本過去六世紀的時候就存在 所以也是相當有歷史的一個地方 那今天就跟著馬之一到裡面走走看看 順便看訪一下新服寺過去的歷史 有些什麼故事吧 天海新服寺旁邊一大早就賣仙貝的那個阿上已經在擺攤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幾支公物 可是這個路呢 在奈良大概10月的時候 會有一個切鹿角的儀式 現在時間還沒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隻鹿 它後面這個鹿角非常的長 所以大家來奈良觀光的時候 當然跟鹿互動聽聽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你也是要注意一下它那個鹿角有時候會攻擊到人 新服寺創建於西元669年 由日本史上勢力最大的貴族藤淵寺所建立 寺廟在當時天皇及藤淵寺的護尺下迅速發展 成為奈良時代四大師之一 平安時代七大師之一 1998年以古都奈良的文化財 一部分登陸了世界遺產名錄之列 相傳過往藤淵連祖之期 敬王女為祈求丈夫併譽 在私宅院內建造了三階寺 寺內供奉了藤淵連祖成像級發願的世家三尊像 數年後三階寺移至奈良縣的舊版 被稱為舊版寺 西元710年遷渡奈良 三階寺及遷移至今現在的院寺 更名為新服寺 新服寺自奈良時代建立以來 依歷1400多年 至今依然以莊嚴的身影守護著過往的平成金 今天是平日 而且比較早的關係 現在新服寺這裡呢 沒有遊客 人好少 只有我而已 那我想我先去他入口一進來的 一個國包館看一下好了 我已經逛網出來了 哇裡面的國寶我覺得比東大寺的還要更加的精彩 尤其是他中間有一個13世紀 連倉時代 當時的牽手觀音像 如果到現場的話 真的一定要花個錢 稍微進去看一下 那個在你面前 你看到的那種感覺是 非常震撼的 剛忘記說 如果你要進去那個國包館的話 他一個人的門票大人是700塊 但是他有賣這個通用的票 總共是900塊 你可以看這個國包館之外呢 你也可以參觀馬自一現在背後的這個東京堂 這裡是他們的一個勸進所 這裡可以寫租印 還有賣一些 突餐 在馬自一背後這個建築呢 就是興福寺的東京堂 這個東京堂是興建於西元726年 當時是有聖武天皇 為元政皇后 興福八院所建的 但是在過去 因為天災人禍的關係 不斷的毀損又再次的重建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外觀 是1415年重建時 當時的羊毛 目前也被列入日本的國寶 這個東京堂外觀是仿造 唐召提示 金堂的天秤樣式 裡面現在目前供奉了 鑰石如來佛像 還有日光菩薩 跟月光菩薩 那我想我們就拿著那個票 然後進去稍微參拜一下吧 不過我想裡面應該也是沒有辦法拍照的 所以呢 馬自一就進去參觀一下 然後再告訴大家裡面的感覺是怎麼樣 裡面的鑰石如來還有其他的一些佛像 就有點像是小型版 東大寺的那個大佛店 我們現在就來看另外一個 興福寺著名的地標 就是馬自一背後的這座五重塔 這個五重塔呢 馬自一記得第一次來到奈朗的時候 當時就跟一隻小鹿鹿在下面拍照 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整體的高度呢 總共有50.1公尺 也是日本目前第二高的古塔 僅致於京都東四 但是這座五重塔啊 曾經五度被燒毀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第六代 在1426年的時候重建的 目前也是日本的國寶 後面那裡還有非常多的鷹架 我想應該是最近 這個年久要定期的去維護他這個外觀 所以稍微有一個修善的公司 五重塔是730年的時候 當時光明皇后所創建 目前裡面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呢 各自有放置一些佛像 我記得他好像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會開放給大家稍微進去參觀一下 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3月1號 3月那可能是明年 明年3月的期間 哇 路都醒了 大家看一下 這裡很多的路 已經開始出來尋找早餐了 他們都吃這個地下的野草 大家有看到後面這隻小鹿鹿 在吃地下的野草 這隻小鹿鹿 我講到 我講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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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現在來到的這塊空地呢 過去就是星福寺的南大門 這南大門呢 跟東大寺的南大門 還有豬犬門是一樣的啊 就是過去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門 樹立在這兒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邊有一塊一塊的 這個叫做 褚石 這就是當時這個門復原前呢 它最原始的一個地基 所以我們也可以根據這個 褚石的大小 然後去推斷出說這個過去他的 南大門大小大概是怎麼樣的感覺 在南大門後面這棟建築物呢 就是整個星福寺最重要的 前蘭中心喔 叫做中金塔 在這個中金塔啊 過去在1717年的時候 因為火災而燒毀了 自隔300年之後呢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 2018年時所建造出來的外觀 目前裡面有四家如來的風像 它整個外觀呢 也是承襲當時奈良時代 1比1等比的規模跟樣式 在馬之一背後這個就是南元堂 南元堂是初建於813年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外觀 是1789年之後重建的 它目前裡面就供奉著 不空眷所觀世音菩薩 還有四天王像 目前也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財產 這個佛像也是蓮昌時代 當時著名的趙佛式門派 慶派 它的始祖康慶呢 還有韻慶父子所雕刻出來的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它上面的屋頂 總共有這個八個角 這也非常有那種過去中國風的建築樣式 馬之一發現這裡有一個鐘 我想這個就是他們當時出西夜的時候 會翹翔的一個鐘 就這樣 整個奈良 就會陪著幸福寺 還有東大寺的眾生回饒著 旁邊有掛一些人寫的會碼 每次看到寺廟啊 或是神社掛這些會碼 我都會想去偷看別人寫的冤枉是寫些什麼 像他們好像很多地方都還在整備當中 可能是想趁著觀光全面恢復之前呢 然後乾淨把這邊稍微用得好看一點 我就發現好像 這裡也禁止空拍機在這邊拍 其實日本很多地方 像這種寺廟啊或者是一些 城基啊 就進空拍機的話 大部分都會禁止 在馬之一背後這個就是北元堂 我覺得他的外觀整體跟南元堂還蠻像的 不過南元堂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目前他是沒有辦法進去看的 他外面就用這個木裝紙這樣子把它圍起來 但這個北元堂 其實他的興建歷史 比南元堂還要久遠 他在奈良時代的時候呢 就有了 但是過去因為平家鎮壓徵兵的關係 曾經一度燒毀了 目前我們看到的也是在 蓮艙時代之後所重建的 在北元堂的建築物 大家來興福寺呢 可能都只跟五重塔拍照 但大家不知道 其實在北元堂後面 還有一個三重塔 哇這個三重塔 小小的好可愛耶 我們現在看到的三重塔 跟我們剛去的北元堂呢 其實是興福寺裡面 兩個最古老的建築物 這個三重塔是興建於114 1943年 目前也是成為日本的國寶 如果大家來到日本啊 看一些古物或者是一些古建築 其實可以注意到他的 木條割線 木條割線非常的靜細 而且會醞釀出當時這種 平安時代建築的風格 相當的優美 興福寺在過往 不僅在宗教啊 還有政治的地位上 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風寺 在平安時代的時候呢 他曾經就有強大的武裝正兵 跟統領大和國的權勢 當時奈良平曾經的興福寺 和京都比瑞山的嚴厲寺 合稱為南都北嶺 但興福寺自創世以來 好幾次都接連遭受到火災 不管是濕火啊 還是戰火還是雷吉 曾經燒毀多達七次 特別是1180年 元平合戰期間啊 當時平重恆他就率兵致死了 發動了南都燒討 所以室內很多的建築物呢 都受到了戰火的波激 當時連東大寺裡面部分的切欄 也受到嚴重的迴損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奈良的興福寺 其實有很多的建築物 都是過往重建 過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外觀 哎呀大家看這裡有好多路啊 就在五重塔這個前面啊 因為這裡是陰涼處喔 所以這個路也很聰明 現在外面大概30度左右的高溫 他們全部在這裡乘涼 剛塔下面一群人坐在那裡 我以為他們是在那邊乘涼 結果不是啊 他們是拿那個樹苗本啊 還有一些牽字筆 在那邊畫畫 畫這個後面這個五重塔整個外觀 哇真的好厲害喔 從興福寺走下來之後呢 大家也不要錯過下面的這個景點 叫做圓澤池 其實有很多照片呢 都是從這個地方拍到後面的五重塔 因為這裡的湖面呢 有時候天氣好的時候 它會反射出來那個五重塔的倒影 所以整體整個相片啊 都是相當的漂亮 而且這裡也有幾個座位喔 可以買一個東西 稍微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也是相當的清心寡欲 這個圓澤池呢 它就在三條通商店街的東邊 它是建立於奈良時代 每年的4月17號呢 這個興福寺呢 它也會在這個湖這邊舉行一個放生會 它會把一些金魚啊 還有鯉魚呢 投入到這個湖中 這個就是柴女神社 非常小一間 它其實說是神社感覺 比較像一個象徵性的 就樹立在這個地方 然後 外面中午開始飄高溫了 自己知道啊 先躲到這個圓澤池旁邊的 十八八次裡面 點了一個 這一杯 是香草新冰熱 這個是最小的Size 六百多日幣 我覺得還算便宜 不過這邊的view也不錯 從這邊就可以 在這裡吹著冷氣 然後欣賞到後面圓澤池的樣貌 所以不一定要坐在外面 如果外面很涼的話當然是OK啦 不過我覺得這裡已經有星巴克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view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 你坐在這裡 為了個月的師父 大家可以坐在這裡 關注你的時間 如果你來坐在一起 你們等會呢 我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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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